Hello,大家好,又眨眼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我跟大家跟進既是國內的新聞,亦都是香港的新聞 關鍵就是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執政模式怎樣影響到香港 而有一部分,它說不關香港事的,是我國內搞的 但是你國內搞那一套,自然而然滲來香港 我講的是什麼呢?就是在北京舉行了中央政法委 大家都知道政法委共產黨的術語來講的是刀把子 舉行了中央政法委的一次會議,是做什麼呢? 原來是一個試點的動員會,試點什麼呢? 就是要搞黨內整風,它整個名叫做全國政法教育整頓試點 現在做起來做什麼呢?就是在明年就在全國推行 一直推行到哪個時候呢?就推行到2022年的春天 大家你看,有整接近兩年的時間,年半,最低限度 它這個,哇,煞有介事,是由中央政法委的秘書長誰呢? 陳一新,亦即是習近平的馬房裏面,在前面是跑著的 陳一新來主持這個工作 大家都說這個大陸,關什麼香港事呢? 好了,我先講大陸這個部分,待會再講如何輻射到來香港 好了,先看看他現在怎樣去介紹他這個動員會先 你看看陳一新他的介紹,如果你說起來,某個程度上 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不是我說的,又是他的行動來證實了一件事 他又洩露了國家機密,為什麼呢? 你只要將他的說話,按中國大陸人民已經習慣了 已經適應了那種反毒法來看,你就知道陳一新所講的東西來講 是真的非常嚴重 大陸的老百姓的反毒法就是兩個特點的 第一就是官方說好,老百姓自然就說,當然出了問題了 官方所講的第二點,第二點就是官方所講的就是現在出了一些問題 老百姓自然就會懂得想,這個問題當然很嚴重 這個就是反毒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好了,我們看看現在陳一新他怎樣講 他說現在要做全國政法教育整頓的工作是因為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情況 到要刮骨療毒,這個字是陳一新的,不是我的 刮骨療毒,即是說那個毒已經入到骨那裡 現在不單止開刀,還要在骨裏刮毒素出來,好像整個翻身華陀 好了,既然講得那麼嚴重,我們就看看它裏面包含的內容是怎樣 好了,四大任務,我都說了不需要理完的,只要理前面那兩個,尤其是很重要 好了,我引述它的說話,然後跟大家一起嘗試解讀一下真正的內涵 究竟是怎樣?第一項任務是怎樣?陳一新講的 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兩面人,這些就要去整頓了 好了,你立刻想想,這個究竟是誰呢?這個人有個姓的,姓任的 很多人說,當然是任志強了,現在你不見了 他就妄議中央,接著點名習近平希望他退了 這個人姓任一定是他了,我的答案不是,我說這個人姓任 是因為他姓任名是誰,即是任是誰,任是誰即是怎樣? 任你官方隨便說誰就是誰,這個才是姓任的,我所指的任是誰就是這個人 換句話說,你真的不知道怎樣,你很可能隨時變成這個人 就是被他指,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兩面人 因為他既然講整風,這個風在大陸全國周圍吹,吹到境外 你覺得,你讓他覺得是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兩面人 你便成為了這類人了,可以講即使今時今日在建制內 即時在領導層裏面都有可能有這類人,因為為甚麼? 大家聽我剛才介紹引述陳一新所講的東西,這個動員運動是會明年推行 然後去到2022年的春天,即是2022年的秋天就會舉行中共的二十大 即是習近平尋求二度連任,即是過了十年的二度連任 為甚麼時間這麼吻合?就是在二十大舉行之前,讓習近平掃除所有障礙 其實沒有甚麼障礙的,老實講,他現在是自己害怕 跟著就是鞏固他的威信,所以你看看他現在這一類人 即是不忠誠、不老實的人,其實用我剛才所講的任是誰這個名 其實是不是包括現在建制裏面的人,現在黨內的高層都很可能成為任是誰的其中一個 因為你看看他要用整風這個字,我待會再介紹1941和42年開始 那個整風運動裡面,怎樣是無縁忽界,大家就知道 再放回到今日裡面來說,現在坐在高位的人,包括香港 坐在高位的人,你自己本身要醒醒定定,你真的不知道 你什麽時候會成為了任是誰 第二,對黨不忠不老實的人裡面 還有,他自己說的,是要打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黑惡勢力,究竟是指什麽呢 我們嘗試是具體化,現在暴了光的 當然包括薄熙來、周永康的余黨,還要余黨 不單止他們兩個下台就可以 過去一段時間,習近平已經動了很多薄州的余黨 公開看到的,在公安系統的孟宏偉、孫力軍等等 國安系統的馬建,現在消息慢慢出來了 國內都開始流傳著,就是以前握政法委的孟建柱 現在孟建柱下面,當年培養的人慢慢慢慢 大家自己本身都扔下個心口,沒事沒事,自己安慰一下自己 不知道有沒有事,會不會成為這個任是誰呢 我也不知道,沒有人知道的 好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家再看看孟建柱當時建立的孟氏系統 香港有沒有呢?我不知道的,我只不過是說從中共的歷史上 如果你有些人是不聽話的話,本來你都不是哪個派系的 他一下一推,你就是那個派系的了,是不是? 正因為這樣了,所以現在這個所謂的打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會不會擴大化呢?擴大化到今時今日,會不會延伸來香港呢? 所以我經常說,如果它擴大化,你仍在體制內吃它飯 那些人可以說,沒得選擇的,你現在選擇就是,唯一就是我要緊跟 因為緊跟,你才減少你出事的機會,如果你說我明節保身 你去到這個位置你明節保身,它跟著就說你呢? 或者可以安些罪名給你呢? 你是不知怎樣又是出賣黨的利益,吊隊 最容易用這個字眼吊隊,吊隊要是你思想不純正,你思想異化 所以一入後門,深似海,從此消浪,墨露人,就是這樣了 好了,在它的四大任務裡面的第一項,還有很多細節的 就包括了,如果你被它視為執法司法腐敗的 那你都是,即是可能是任是誰的,其中一個 好了,這個執法司法腐敗,就剛剛符合今次這個是政法系統 政法系統裡面,就是除了軍隊、武警之外,這些就是靠公安 檢察、司法來鞏固這個政權的 裡面,老實講,國內已經這麼多年了,公檢法哪樣不是聽黨說話的 哪個官員不是姓黨的,但是它現在竟然說是在 在執法司法系統裡面出現很嚴重的腐敗,要刮骨療毒 這個是不是洩露了現在中國的現況,不要說機密,現況 陳一新,你自己講的,是不是 好了,到這個項目裡面的另外一項,就是說 十八大以來不收臉、不收手的腐敗者 十八大即是怎樣?習近平上台的時候,十八大嘛,十七大的時候 他還是儲君角色而已,他上台的時候,他都講了有很多 雷令風行要怎樣做,現在他上台已經八年了,大家你看看 現在反而沒有改善,還是毒入了骨裡面,要刮骨療毒 在這樣的情況,大家你看看,現在習近平再下一個打,你很收手了 你不收手我就整你了,這裡反映了兩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原來十八大講完之後,情況沒有改善,而且越來越差 這個就說明中共的體制沒有辦法有自我修復的能力 或者自我修復能力不強,我都從正面一點的角度來解讀 所以他現在就要重新提出來,另一個角度反映了的就是 習講完的東西,原來沒有人聽的,或者下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而且中共的政治有一個特點,就是說你即使是違反了這個紀律 但是你沒有違反規矩,政治有政治紀律,有政治規矩的 紀律就是寫到明,要大家遵守白紙黑字的 規矩不是的,規矩是靠你感染或者領會的 而這些就沒有明文規定的,原來中共的政治文化就是 你違反紀律沒有問題,你不違反規矩,你違反紀律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違反規矩,大家有個共識的你違反,就是你有問題了 所以這裏就是他現在這次政法教育整頓的第一大任務 第二大任務是什麼呢?第二大任務就是要整治有六個方面的頑障 障,即是病的那個障,頑障固疾,即是說這些很頑固的 這些疾病,醫極都醫不好的,它裏面講到就是違反了三個司法規定 好了,我又用回它的說話來講,跟大家解讀一下 你看一下陳一新它裏面所講的,我們要整頓這些腐敗,貪官污吏 它跟著解讀,裏面有幾個違規的現象,我們一定要處理的 違規之下做了什麼什麼,大家怎樣去看中共這些字眼呢? 違規的潛台詞,即是說有些違規,有些是合規的 什麼叫合規?合乎規矩,你違規就違反規定,公開寫的文字 但如果你不違規,原來有些是有規,即是有規矩有秩序 你按它上頭默許或者授權,即使是同公開的文字紀律違反的 你都沒有問題的,這些是很多國內的事例來教育我的 不是我作的,不是我作的,看看陳一新他裏面所講的 有幾多這些違規的事情出現了,潛台詞就是如果你合規,你就沒事的 包括第一件事,違規經商、商業、經營、辦企業 好了,這裡就要講一點點歷史,其實中共改革開放80年代開始 當時就說要追趕,尤其是生產力上面提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其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等等,那些我不詳細講了 原來當時為了要將經濟搞上去,共產黨當時有些政策的 譬如說政府部門可不可以經營呢?做生意呢?當時叫創修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政府不是黨,國務院下面都有兩間公司 現在慢慢調整了關係,你可以不說它是官方公司 一間就是中信,那時候是由榮毅人來創辦的 另外一間就是光大,光大是當時國口爺王光英,即是劉少奇 即是夫人王光美的兄弟,當時就說不要緊,有規有矩 所以最緊要將經濟搞上去,於是你中央國務院都是這樣 當時人民大會堂,算人大的產業,下面都有很多什麼 人大下面都慢慢派生了一些機構商業出來的 其中有一些是公關公司來的,人民大會堂都可以開始接受 在裡面擺宴會的,你看釣魚台,然後很多國務院屬下的機構 機構,政府部門來的,下面都有公司的,於是每個省市都有 那時候多少省市湧來香港,那個就叫窗口公司了,這些完全是有事實的 你看一下這個是過去,你慢慢慢慢造成一個規矩了 你說跟著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現在說要清了 好,我覺得如果你說是真正來清的,無所謂 但是從江澤民開始胡錦濤接著,到現在這段時候 大家看看有多少這個國內的公司,仍然是在境外 或者是由這個國家系統、軍方系統,仍然是有經商和辦企業 這個它現在說是違規那些,即是,反過來來說,如果合規那些 可以繼續做的,大家你看一下,為什麼美國現在最近可以制裁 那麼多中國的企業,它說有軍方背景的 跟著你看看香港,在香港後來就有一個政策,就說我要制裁 或者要局限這些公司,所以當時講到明,只有中央部門和省級部門 才可以在香港開公司,而且只能夠是一至兩間 如果軍隊來說,一定是省軍級才可以開公司 數量很少的,你看一下這樣的規定,怎知道後來,你再找回 在香港,你說上市或者不上市的,單單在當時主管機構下面 打個招呼或者登記的,都是兩千間來自國內的公司 這些全部公開的資料來的,後來他們要整頓 因為在香港都有紀檢的檢察室,涉及港澳工作裡面 港澳辦都有巡視員的,這些公開了的名字 第一個李秋芳,第二個潘盛州,我現在完全是從他公開的東西來看 到現在怎樣,我也不知道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原來他說違規的他就禁 合規的那些他不會禁,也不知道哪些是合規的 所以現在這個來講,就出現了,原來歷史上 演變到今時今日,又有那麼多人治的因素 你哪些是得到合規的合頭批准,你又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現在所謂的六大頑疾,頑張固疾裡面的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違規參股借貸,參股借貸,即是說你本來不合乎 他那個營運的規定的,但是你說我走法律了,我不做生意了,你看我沒有公司 沒有什麼,但是有些朋友,有些企業,我是為了完成中央的政策 或者按中央的政策做,我這個地方,我要救我這個地方的企業的 難道有它破產?於是就開始出現了很多這一類的借貸了 借貸,你說我又不知道是不是高利貸,總之就是太上貸 這一類情況就很多了,所以現在就出現了如果你違規借貸就不行了 有些人說我沒有做生意,我沒有借貸,我參股而已 因為這個符合最早期的中央精神,這個叫創修,再經國內由溫家寶年代那個叫分稅制 分稅制一開始的時候,主要的七成的全國稅收就去了中央,地方只剩三成 地方說我勒緊父老弟,我怎樣執行中央的指示,尤其是維穩 於是中央開始又變另外一種的有規了,即是合規了,那種是怎樣呢 就是中央如果是知道的話,你地方可以用費,即是收費的費 來代替稅,因為稅是需要你的立法機關批准的,費就不用 費是你的行政機關,你自己可以去去,我有個什麼費用收 結果很多地方就說,我是為了救企業的,所以我有一些是借貸 有些我參股,令到我這個地方經濟不用再向中央伸手了 又不用變成那麼多的收費,令到老百姓百上加根 於是出現了一些有規獲得批准的參股和借貸,現在原來又失控了 所以它又要收回來,所以這是否應驗了中國的一個規律 就是你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又死,現在就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好了,違規的還不單止剛才所講的,還有這個它講的 是違規配偶子女經商,不是說要搞清楚的嗎?已經講了很久了 那時候還說要裸官,要那些裸官自報門庭 這個裸官就是說親人,尤其是直系親屬,全部在國外 只剩下它一個人在大陸,這些叫裸官 這個政策已經實現了很久了,為什麼現在還有人違規配偶子女經商? 上一次是講到這件事要禁的時候,是誰時候呢?就是谷俊山 谷俊山他當時是總後勤部的副部長,我沒有犯法的,我是圍官清廉 後來抽出來,他弟弟谷獻君,現在這些都出來了 你再找周永康,他都很廉潔的,但是周永康的兒子周濱 現在都是後來被牽連的,這一類這樣的情況就很多了 既然那時候已經講了不可以給親人、子女去經商等等 為什麼現在又這樣呢?原來有兩個,即習近平講完之後 有兩個是動態性的發展的,你又很難說它不合道理的 其中一個反駁的理由呢?是那些官員反駁的,不是我們反駁的 只不過是說它研究黨的紀律,國內有一個刊物叫黨建 建設的建,它裡面都是探討問題的,它探討黨員利益的 因為黨建是有兩個版本的,一個是公開版,一個是內部版 這些全部都是公開的,因為國內的內部版可以公開發售的 不是我知道什麼,我完全沒有看過,只不過是說 原來它內部探討一些文章的時候,這些內部版就有講到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以前就是父親英雄,兒豪傑,即是老爸聰明的,兒子一定是聰明的 如果是老爸聰明的,兒子也是聰明的 但是這個文化大革命的諸聯,後來改革開放之後都批判過了 老爸做什麼不一定跟兒子有關的,老爸好,兒子不一定好 老爸壞,兒子不一定壞的,所以後來在這個解讀之下 八十年代多少高官子女下面經商,他們當時都說 就是說,如果他是有真材細料,他又沒有借助父輩那種權威、勢或者錢 他自己去打天下,有什麼問題呢?現在他們在內部拼回這些裸官的 批判裸官的理論,他說如果高官的子女,他有能力在外國發展 為什麼一定要綁著他呢?提出這些理論的官員呢? 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很多子女都在外國,包括香港 香港,香港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外國讀書的,現在變成他內部 即使是有這類爭拗,但是現在一聲令下,什麼叫違規,什麼叫合規 你真是不知道的,所以現在你說什麼經商等等 我記得當時關鍵就是你發覺有問題了,你能夠提出一些整治的方法 提完了出來,你能不能夠努力去落實你這些好的政策 如果你只是講完之後,跟著異見那些任是誰,你就去打 不讓他這樣做,而聽你說的那些,你就是任誰是 那時候不是任是誰,是任誰是,任何誰人都可以在你的合規庇護之下 繼續貪贓枉法,你怎樣服人呢?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我很記得,我經常講知行合一 這個明朝理學家提出來的,黃陽明提出來的知行合一 這個是雪兒衡蘭的,我立刻舉回八十年代剛剛開放的時候 當時國內有些官員,我具體講了,魯平 魯平他那時候都覺得,這件事不要給國內一些人佔香港游泳 他當時是保護香港,他有些親戚朋友,他都趁這個時候下來香港做事 魯平當時就是平衡,包括當時鄧小平所講的經濟發展 然後不要搞文革那種株連,魯平都有些親戚朋友下來香港做生意 魯平很清楚講一句,你絕對不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不可以利用中央政策裏面的空子來塗私利 第二,不可以用我的名義,即是魯平 不可以用他的名義來在香港做出一些假如我是真的 即是借某一個人的名字,然後你行私人之利,很清楚 結果當時就是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的親戚朋友看到 就立刻縮,魯平一知道,他也都立刻去提出不准 不可以這樣,不然是斷著關係,這些就可以盡量做到知行合一 當然了,到現在能不能夠這樣做呢?我不知道 但是看他這樣強調說,違規子女配偶經商要禁 不嚴禁,這個就肯定是有問題了 好了,還有一個違規就是怎樣呢?違規准復刑者 即是現在有罪坐牢的人准他們怎樣?減刑假釋 這個大家很少聽到的,究竟怎樣理解呢? 我都不知道,我只能夠請教高人,究竟說什麼呢? 凡中共它突然提出一件事,或者過去提過又很久沒有提 忽然間提回,一定是有些背後的事情發生的 我想的,這個是我想像的,當然有一些人又用法律 又可以伏刑的,可以假釋,可以減刑的 這一類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有些就按法律裏面說 你監獄裏面的行為良好,早釋放,或者你合乎保外就醫的條件 早些保外就醫等等,這個情況是有的 但是如果突然間這樣講到這件事,其實可能出現什麼情況呢? 我只能夠講可能,包括了什麼呢?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就是國內的報告文學,尤其是講法制文學 是寫過出來的,又不是我說的,只不過我們八卦周圍去看 它其中看到,其中講過有一件事,原來有些人服刑 在監獄服刑的待遇是很不同的,包括了什麼?監獄是冷氣的 你平時一般監獄哪有冷氣的?第二,曾經出現過這一類人士 可以在監獄開會的,開什麼會?業務會,董事會,有的 你說是不是很多呢?我不知道,總之這些法制文學寫出來 它的重點是懲治這些違紀違法行為,但是它都講了是有的 我亦都相信它是很個別,既然它現在要抓得那麼緊 是不是指這一類,既然它都可以在監獄裡面開會了 然後用合法、合紀的內容,將一部分人先釋放了 而在這段時候,二十大之前,這一點是重新強調的 有什麼可能呢?其中一個可能,是不是有一部分很可能 這些是異紀、異見人士劃他們的餘黨 某些情況提早出來,提早出來之後,他們是不是很純服地 或者是受到教訓地,飛入尋常百姓家呢? 還是說他們出來之後,套隱一段時候,歸縮一段時候 又跟著有另外其他事情做呢?可能沒有 但是必然是引起一些在位者或者掌權者的擔心的 所以是不是無端端突然間是說要注意這類人 如果這一類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放了一些人出來 又他們慢慢潛伏凝聚的,會不會成為了另外一些的反對力量等等 你無限上綱,你可以想到那麼多事情 為什麼過去中共的政治犯,它一定是混到你七老八十 混到你已經是出到來,世界已經好像在武林園出來 變了另外一個世界都不知道秦國亡了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它才會放你出來的 所以這一個令到大家很多聯想,你說遐想也好,不切實際的 反正都是天馬行空這樣聊天而已,所以這裏就是講到 今次講整風裡面的公開的內容,而引發背後這麼多東西了 好了,現在我們回到實際那裏了,實際呢? 看看這個整風其實主要是做什麼呢? 我說主要是兩大作用而已,所謂兩大作用呢?第一就是要保持一個二十大之前 還有兩年多少少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面保持一個政治張力 這個政治張力硬起來的時候可以變成一個鬥爭的壓力 就令到有一些人如果不聽話,甚至上是所謂的反核心的人 這段時候你要清清楚楚,不可以在這裏作奸犯科,違法亂紀 從而去維持這個政治張力,是更加達至第二個目標 就是習近平的進一步鞏固的權力了,是吧? 兩者可以說是一環扣一環的,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大家再看看近這大半年出現的情況是怎樣呢? 第一就是習近平,他一上台已經牢牢拿著軍隊了 將四總部打散,變成15個軍方下面的單位是直接向軍委主席 不是向軍委,記住,向軍委會是一群人的,現在是向軍委主席負責 他已經牢牢掌握著軍隊了,在最近半年裏面不斷出現武警了 剛剛人大常委通過了新的武警法,將武警由雙重領導 軍隊與公安雙重領導,一下轉移到軍隊單一領導 這個就是換句話說,第二支軍隊都是在習近平的手上 其實是非常鞏固的了 好了,現在這個公檢法整風行動,即是預視著 習近平第三樣東西就是公檢法,因為軍隊是對外的 武警都是對付較高層次的動亂、顛覆等等 如果面對一般老百姓的不聽話,以致不是暴力 或者算是文宣,算是一些意識形態那些 那樣樣東西都出武警,不行的,所以公檢法 就是習近平要握的第三樣東西了,現在透過這個先來整風 先在公檢法內部清掉那些不聽話的人 然後去執行習近平的指示,剩下公檢法便很有效率 整個目標就是剛才那兩樣,更加配合習近平 他跟著來的就是有很多意識形態,鞏固集合心 跟著經濟上面的鞏固,對美鬥爭,引發民族主義,一致對外等等 完全都是鞏固集合心所用的,你叫我講那麼多來講 你又不要說我高級黑,他們很容易理解 從一個鬥爭的角度理解別人所講的東西 我現在是為你宣傳,在講你,你怎樣想 大家會不會根據你這樣去想,這個就不是我控制的了 所以去到這個情況,更加要講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 就是剛才大家聽我所講的那麼多,我是按官方的精神來介紹國情 但是有一種情況,官方它是看不到,或者它看到之後它不理 是甚麼呢?就是眼前大家可以看到,習近平經過了八年的苦心經營 權力架構等等,其實它現在哪有所謂的反習力量呢?哪有呢? 好了,你說有薄熙來周永康的余黨,你現在又捉,可能 現在不知何時成事,盲建柱這樣,即使是這樣,但是大家可以看回一些公開的東西 看回黨裡面怎樣去介紹,大家有沒有發覺自從郭聲琨,趙克志 郭聲琨是政法委,趙克志是公安部部長等等 他們在習近平一抬高之後,他們已經非常賣力去打薄州余黨 經過了那麼久,習近平你都沒有信心,再加上你現在整個架構裡面 大家問,哪有一個人或者一個力量來反習?沒有 如果你只是想著,我有假想敵,維持政治張力 到最後很可能是下面執行的人是無限擴大了敵人 這樣東西是你自己搞到,即是你那種政策是搞到亂龍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說,定海神針全部在你手上 習近平經常說,我們軍隊,香港駐港部隊就是香港找你的定海神針 好了,我們沒有反對的,但是問題,如果你經常覺得定海神針不找 你要動一下它,搖一下它,看看它找不找的,碰一下它,你搖一下就不找的 即是等於那些門牙,即是等於那些牙,有一點點動的 你頂一下它,動一下它,動一下它,越整越鬆的嘛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所以我都是為大家好,也都為你好 因為你不好,你傻起來就全問都不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先分享這些內容 然後另外再跟大家分享現在國內這股整風如何輻射到香港如何影響香港 希望大家逐步消化和做好心理準備,大家不需要很恐懼 因為回應方法很多,暫時講到這裡,之後再跟大家分享其他問題,拜拜